伊朗媒体18号报道 伊朗总统鲁哈尼当天敦促美国 放弃对其极限施压的举措 伊朗伊兹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 鲁哈尼18号在德黑兰出席内阁会议时表示 在伊朗遭受美方极限施压的情况下 双方不可能进行对话 如果美方想要与伊朗对话 就应该停止一切施压举措 企图通过制裁达到目的注定武果 同一天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 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争升级 相当于美国已经承认 这是在故意针对伊朗普通民众 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非法而且不人道 扎里夫还提出 停止战争和恐怖行为 大家都安全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 伊朗外交部日前通过瑞士驻伊朗大使馆 向美国传递信息 警告任何以沙特石油设施遭习为借口 而进行的反一举动 都将招致报复 伊朗外交部重申沙特国家石油公司 及阿美石油公司 石油设施遭习一事与伊朗无关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的指控 伊方表示谴责和反对 称这些指责更像是某情报机构和秘密组织 破坏一个国家的声誉 并为未来行动建立框架的一个阴谋 另据路透社18号报道 如果美国不给伊朗总统鲁哈尼发放赴美签证 鲁哈尼可能无法出席 将于下周在美国纽约 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